我這次來東京宣傳 我現在就要去參觀最近 非常火紅的連續劇 伴者指數的相關集 走 Fight Guys 相信大家一定常 對這一句話不陌生 小胖 你有點緊張 我看你還是說國語好了 再給你一次機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胖的語曲 我這次來東京宣傳 然後剛剛上午的工作 告了一個段落 我現在就要去參觀最近 非常火紅的連續劇 伴者指數的相關集 就跟我一起去吧 走 第一站的朝聖地就是最堂日劇 伴者指數的場景了 你坐到三月前車站 或者是JR線的新日本橋車站 它的正對面就是三井柱有信托銀行 這一棟就是劇中伴者 教會東京的東京中央銀行總部 居中的招牌 當然是提下去的 這一棟太有名 在日本也非常有名 我在路上 沿街都可以一直看得到伴者之處 所以一定要來這邊參觀 本屋是日本大財閥 三井本館 內有山井 住有信托銀行 山井美術館等 系統充滿古典味的 84年老建築 被這股列為重要文化財 到了晚上燈光一打 在這裡試試看伴者跑一定很浪漫 現在我們來到了赤板的TBS電視台 這裡交通方便 就在地鐵赤板站附近 那我們為什麼來這邊呢 就是這 TBS Store 專門販賣伴者植樹的紀念品的地方 所以受歡迎的周邊 就是這個加倍奉還饅頭 殘忍 放這支樹的饅頭要開店前半小時就要來排 才買得到 沒關係 小胖還是搶到了一代周邊 白蓋子 白蓋子 有沒有看到最有名的句子 你自己會不會也想要一個雙氣呢 因為現在來日本還是新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還是先把我最有把握的事情做好 就是唱歌 好了 兩個景點 小胖肚子就餓了 先填飽肚子才有力氣唱歌 AV嗎 有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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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日文點餐很熟練嘛 這家歷史壽司店 新鮮又便宜 兩個壽司 一百五十円起跳 好 好 小胖掃完三十個壽司之後就要去最後一個景點了 所以現在我要去卡OK練歌了 就帶你們去看看我練歌的地方囉 走 他也透露要六度挑戰關巴比賽中 你們準備什麼新的武器嗎 準備什麼新武器嗎 其實就是把舊油的武器強化 現在還沒有決定說要唱哪一首歌 但是當然是很希望可以唱到我新專輯的歌去 對啊 希望節目那邊有機會讓我唱到 你快樂安賴 Gucci六點一隻六二點 至東京直擊報導